眼睛是靈魂之窗 透过它万物禁收眼帘 它慢慢变成黄色 这就是黄色的黄色 这是黄色的黄色 黄色的黄色 它慢慢变成黄色 甚至甚至黄色 根据马来西亚卫生部眼科近十年的调查 约21万6千名百内障病患 因为延迟进行百内障手术 而导致失明 黄色的黄色是在马来西亚卫生部第一次 黄色的黄色 如果您长得长时间 但是黄色的黄色 黄色的黄色的黄色 当黄色的黄色的黄色 那是时候 我们可以做折衣 我们不需要等黄色 黄色的黄色的黄色 有一群需要的人 需要做百内障手术 我是说我们可以 既然我们的公司有医器 而且我们的医生们也是 有那种新思想 帮助一些需要的人 疫情来袭打乱了政府医院的原有安排 百内障患者得延期进行手术 因为在这个COVID的这个期间 很多政府医院的这个诊所 因为都要保留这个手术是给COVID的病患 所以就有很多尤其是贫护 包括持继的照顾护 在这段时间无法进行这个手术 我一直追那个政府 政府这样没有开 你等了多久啊 我等了两年多政府 Vista眼睛专科中心参与一诊 为贫困及需要的百内障患者 提供100例免费手术 在疫情的情况下 那如果是他们需要来检查眼睛的话呢 我们就要控制那个人流 那个Clock Control 就不能同一个时间太多人出现 所以就没有办法一下子 安排太多患者可以进来 那时间上就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一楼很美 看得很清 我之前呢 眼睛呢 是很蒙的 看不到的 就看得很清楚 好 来 太多要去找 有办法了 疫情当前 诸如一股正向的能量 为有需要的人先于分立 让他们的视野更宽阔 麦戴红沛斯林延军 紧欧坡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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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